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跟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从2016年开始共同推动1916文创工方 希望培育文创工作者持续创新创业 还从2019年6月11号开始 选择在文资园区的生活设计馆 举办连续两个多月的精益求精 创造巅峰文创工方进驻业者第一届成果展 在11号上午的记者会中 除了有智笔工艺师陈锦聪现场辉豪之外 文资局长施国龙还亲自颁发证书给十位优秀业者 鼓励1916文创工方的艺文人士 将文化精髓注入文创设计跟生活当中 1916工坊未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场地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这1916工坊能够实际的发展下去 我们希望未来不管是五年后的一个成果展 或者是三年后的成果展 能够有更多的文化资产为体的元素 文资局长施国龙表示 1916文创工方创立三年以来 创造了5500多万的产值 吸引将近40万参观人潮 在这次精益求精创造巅峰成果展中 还邀请林照相馆展示复古的阿富汗战地写真盒子摄影 图显19世纪的文创工艺 其他参展的业者还有正大光明毛笔 真功夫造方 花木植物所等展现文资文创跟设计跨领域合作的成果 在园区里面的这个十家的业者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成果的一个连载 那这十家业者呢 其实都是我们在1916文创工坊 草创时期第一波进驻的这些业者 那在这两年的期间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一个孵化的基地 也是一个文化资产传承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文资局台中文创园区 已经转型为文化资产园区 1916文创工坊进驻业者第一届成果展 展期到9月1号为止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抽空走一趟文资园区 认识台湾文创产业跟在地特色 文资局未来还会持续以文资为体 文创为用鼓励青年创作 让文资园区成为中台湾 实践文化资产的基地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台中报导